大家好,香港的南华早报有一篇文章说 日本防长岸信夫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联合承诺保卫台湾 说一旦中国准备攻击台湾 势必会先朝阻贺力量庞大的驻日美军基地出手 那么日本也会因为经济利益 也就帮助台湾 所以日本也会出手 这是南华早报的文章 28号的文章 你说台海是日本能源和贸易的重要航道 万一台海出事也会重创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 若美日接参战将迅速演变成更多国家参与的大型战事 美国兰德智库安全专家何天奎表示 若北京决定攻台将有强烈的动机冲动 对冲绳等日本各地的美军基地发射大量的导弹 因为驻日美军拥有干预及重创中国军队的强大实力 美国在日本一共是23处军事基地 包含被誉为太平洋拱心石的冲绳加首纳攻击基地 大部分执行监测还有侦察任务的美军战机 都是从该基地起飞 何天奎指出 解放军届时可能会进入日本领海和领空 日本自卫队不得不应对 台海战争一定会影响日本的能源和贸易运输 这对日本经济是至关重要的 澳大利亚的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分析师戴维茨 他也认为驻日美军基地如果遭受解放军直接攻击 将迫使日本参战 中国的干涉战略现在强调是反介入和区域拒绝 其中就包含打击前线基地 即使日本没有美军基地 解放军也会攻击日本自卫队基地 以有效的防止日本介入 戴维斯也警告 一旦日本参与台海战争 将迅速升温 升温成什么大战 地区性大战 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也将参战 万一威慑策略失败 无论中国打算在灰色地带挑选 还是直接攻击台湾 美日澳势必会共同回应 他解释这些国家可以选择不支援台湾 但那将意味着美国在亚洲领导的安全秩序崩溃 中国将迅速的不畏 香港军事分析师宋忠平也表示 战事加剧的主要导火线是美国而非中国 若采用军事手段的话 中国会希望尽可能降低伤亡数字 但是要让美国介入中国统一台湾的行动 情况将快速恶化 导致更多国家被牵扯进去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那你从这个文章里边可以听到 现在海外还有这些智库 有一个明显的观点 就是中国一旦对台海动势 一旦是对台海这种进行武力统一 武统台湾 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会联合来救 因为啥呢 会威胁到日本的这个贸易通道 对吧 台海威胁到日本的贸易通道 日本一定会什么 也会有干预 这个你是按逻辑上说是对的 但有一点 日本的这个贸易通道不止台湾海峡 一个 这个我觉得所有人都在承认 南海也是一个 南海也是个贸易通道 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其实也可以威胁到日本 那如果中国在南海地区威胁了日本 在台海地区呢 也威胁到日本 那这两个威胁对日本来说是相等的 相等的 那中国在南海威胁到日本以后 日本在台海地区 他还敢有动作吗 这个逻辑你听懂没有 就这两个威胁其实是对等的 因为日本的商船在哪 在南海也要经常经过 实际上我掐住你日本的两个稿丸 你如果对我掐你一个稿丸 有动作 我把第二个稿丸掐的更疼 那你日本第一个稿丸 你就得松手 你就不能再什么 再威胁我台海 所以南海和台海其实是联动的 这个智库啊 很多人想吧 把台海想成单一事件 他没有把台海和南海联动性放在一起 今天我讲的主要就是这个联动性 为什么美国在台海 在南海都要搞事情 在南海搞事情是为了缓解解放军在台海地区对台湾的威胁 让你解放军 两边 是吧 顾及不到 主要兵力集中在台海 那我在南海给你搞 这就叫做唯卫旧照嘛 但是日本啊 会不会参与台湾这个事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很难 解放军如果要武统的话 其实会迅速 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而 日本的这个自卫队也好 日本的美军也好 想快速介入 其实也是需要需要时间 这个冲绳 我之前给大家画地图的时候做过 中国这个海岸距离台湾更近 而美国的这个冲绳基地实际离台湾很远 光靠几架飞机是解决不了问题 需要大规模的兵力集结 甚至登岛作战 那美国这个集结就需要大量时间 所以我说如果武统的话会迅速的 迅速解决 而日本也不会参战 因为日本知道自己本身啊 两个搞完 一个搞完抓在哪 抓在台海 另一个搞完抓在南海 你就算在台海地区 维持住自己的这个搞完 但是在南海 中国一定要能抓住你 你跟中国还是不能翻脸 因为你只要有一颗搞完在中国抓 被中国抓着 在手里 你日本都会疼 你日本都会受不了的 所以我说这就是这些智库啊 就没有想到南海和台海的联动 台湾这个事呢 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成为什么 美国打的棋子啊 什么时候打这个棋子啊 下过棋的人都知道 这个棋子啊 一般的牌呢 先把什么小牌打出去 大牌啊留到后面 或者大牌留到关键时刻用 你从现在开始打台湾这张牌啊 美国也在打台湾这张牌 甚至我觉得美国是在什么 招引解放军在台海作战 是吧 来解放军来 跟跟台湾人在这打 是有一种冲动 想什么爆发台海战争 想让中国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战争性的行为 我觉得中国倒不如将计就计 倒不如将计就计 就是按照美国这个意思 咱就把台湾解放了 这就可以了 把台湾解放就可以了 台湾人可能也没想到这一点啊 其实你台湾现在成为美国的一张什么 弃子 你虽然是棋子 也是弃子了 他现在准备打你这张牌了 什么到了时候了 那你这张牌只要甩在桌上 放出去了 最后的命运 将由中国来决定 中国的武统 最后会解决 我觉得台湾现在看啊 其实是被当成一个弃子了 日本的参战 我觉得日本 他自己是没有能力决定的 还是有美国 日本如果参战了 那美国一定是默认的 另外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如果参战 我觉得还远 太远一些 澳大利亚需要经过南海 那么南海 中国的一些军事设施 军事的这些导弹基地 包括战机 能允许澳大利亚军队 澳大利亚的舰队就穿过南海 来对中国进行攻击吗 所以我还是说台海和南海是联动的 是吧 互相之间保护 我南海可以保护台海地区的 战争的准备 战争的整个形态 对不对 你澳大利亚军队从南边 穿越南海的时候 我南海的一些基地 可以对澳大利亚军舰进行攻击 对澳大利亚军队进行攻击 所以会保护台海 你看这个台海和南海的联动 那我南海的基地受到威胁以后 我在台海可以对台湾进行施压 对美军 关岛的这些 或者在冲绳的这些基地 日本基地进行一定的压力 给了他压力以后 他在南海的兵力会收缩 收缩回台湾 收缩回日本冲绳 所以这两个海 南海和台海是联动着的 不要单独把他们拿出来看 这样你会很难理解台湾问题 我觉得日本不管怎么想 台湾问题对自己的影响 现在南海军事化 这是事实 那么南海未来军事化 实际上已经决定了日本的未来 日本的未来一定是不能跟中国撕破脸 跟中国撕破脸 他这个南海通道可能也被堵了 虽然你台海还有 但是南海更重要 那我跟你讲通了吧 日本这种国家其实不敢置身 除非美国让他死 让他跟中国打 要打的话 我觉得解放军也是有优势 现在我觉得美国的策略 是想把台湾这张牌甩出去 因为南海这张牌一旦有了 越来越明显 那么台湾制约中国大陆 其实没什么销唤 中国从南海也可以控制这个太平洋 西太平洋地区 通过南海控制西太平洋地区 这是美国最紧张的 那台海的重要性在下降 这张牌逐渐变成小牌 那就要打出去 台湾迎来武统 迎来解放的时间也就快了 我觉得应该是在最近几年 很可能就会统一台湾